有夠好喝 沒要飲品 就是這樣搭 你就這樣搭 你不要再怎麼雙凍 大家好歡迎收看兩口金舌頭 今天金舌頭要幫他吃什麼了 沒錯到我們了 一溪點江山 今天受害者是誰呢 呼聲很高 聽說是以凍 茶凍文明的 五同浩 那我聽到他的名聲的時候 其實我是想說 他感覺好像是賣周邊的飲料店 就是為有一些限量的一些 插畫家合作的一些杯子 會發售 而且引起網路上很多人的討論 身邊的朋友也有很多人去排隊 搶了蠻多的環保杯來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的杯子都很可愛 就是有一種文青風 就深刻年輕的喜愛啦 那到底今天呢 這個五同浩的表現如何呢 就讓我們稀到底 稀看看囉 Q哥爹爹 又怎麼了 我有看到那個韓國知名品 瑞泉特出的陶石不沾鍋 顏色繽紛超可愛 而且出了兩個系列 有IH可拆切式組合鍋 以及木柄鍋 它裡面的塗繩是用天然礦物做的 防戰效果很好 而且很安全啦 而且這個木柄鍋是橘木圓木手吧 握起來很有質感又舒服 它單手也可以輕鬆操作 因為重量非常的輕吧 可以買給我們嗎 可以買啦 買 都買 但是我們工作室空間夠放嗎 唉唷 放心啦 這個IH可拆切式組合鍋系列 它有兩個獨家專利 第一個就是這個蒸氣調節氣閥鍋蓋 它可以適用於各種圓形的鍋具 而且可以依照需求調節它的氣閥 一個鍋蓋用到底省時又方便 而且這是雙重安全鎖 可拆卸四手把 讓鍋具可以靈活使用 操作簡單又安全 周納有佔空間喔 這個直接端上桌當餐具也很漂亮 不然我們全部包裝拿一組好了 哇 我們全部都不是在這裡掏錢的 會跟我們一起用REACHM打造 到屬於自己的廚房式上班 今天之前年間限時 永返四三則起 相信幾件影片資訊 謝謝爸爸 唉唷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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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好 第一杯是他們家的招牌 五銅茶 那我們就是要喝雞茶 但是加了他們家比較著名的洞 就是這個杏仁洞 唉 那五銅茶 究竟是什麼茶呢 光是五銅號這個名字 我一開始聽以為才是什麼 團 是七刀三傳 我也以為是一個什麼雜貨鋪的名字 對對對 他在烏龍茶的底蘊當中 透出那種清茶的清爽感 就不會那麼多厚重 所以算是蠻好入手的一個茶 因為他家的杏仁洞 其實在這杯茶飲單喝茶 我就已經有聞到這個杏仁香氣 等一下 是我想有鈴鐺的 喔 冰塊 一堆鈴鐺的味道 因為冰量固定 連冰都不給你調整喔 好喝喔 我覺得一般的這種佐料啊 只要它是俗稱豆 它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腳感 就是那種膠質很重 需要咬斷 但它的這個杏仁 有點像是杏仁豆腐的質地了 它那個杏仁的味道 其實不會讓你覺得有藥感啊 這個好喝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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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接下來下一杯是玉堂春茶王 點這一杯年齡是一家二十歲 這是一杯就是那種 借茶嬌醜的一杯茶 喝盡了中年人的苦楚啊 它是沒有甜度的 因為它還固定甜度 它就是讓你品嘗到那個春茶的那種 苦厚回甘的感覺 茶的味道 我覺得它有那個清爽感 但它最後尾韻還是一個苦苦的感覺 是也有把這個茶的這個重點揮發出來 不是一個喝過或忘記的茶 透露出那種中年的孤寂感啊 就我覺得如果你一個人就點這一杯 就覺得你好像 蠻 蠻寂寞的 這個有個中年孤寂感啊 那我們接下來是紅茶 到我們家的豆漿丼 哇 豆漿丼耶 我先喝茶 就是那種變形的 豆漿紅茶嗎 它這樣放起來兩者是有點解離的 因為我覺得它紅茶的味道 出去之後 因為它的這個豆漿膠感 就明顯比剛才那個杏仁還要來的大 所以你要咬 它咬之後才會釋放出一點點豆香跟它的甜味 但這個時候紅茶已經走了 紅茶已經過了兩個紅燈了 你知道嗎 你已經跟不上 因為它的車速太慢了 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就覺得還好 就沒有很搭啦 好 接下來這邊是 就是它老實人紅茶加米漿丼 我覺得它米漿本身是好吃的 但是好想把它放在就是剉邊上 就是說它存在紅茶裡面 我感覺就是 好像沒有什麼幫忙啦 它這個紅茶反而後面會有一個色感 那個色感就跟我剛才喝的那一杯一樣 它就是說這個色感走了之後 其實它的米漿在你咬多少之後 它的味道才會出來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樣大家會 覺得這個飲品好像不是很協調 好 接下來是奶霜系列 很多人看Alaco喝奶霜都很痛苦喔 因為我覺得喝了這麼多一溪定江山 好像我還沒有給什麼奶霜很好的評價 馬谷啊 馬谷是芝芝啊 這個就不是芝芝 這個是奶霜 好 我們第一杯迎來的是 五銅奶霜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覺得他們家的奶蓋 比起芝芝的奶蓋 好像走的是一個清爽路線 它喝起來其實沒有很太濃縱的甜度 或者是奶 就是奶蓋 就是在茶上面再淡淡的披上一個 有點像是雲朵 就它遮瑕膏了 對 就遮瑕膏 當喝茶可能苦味比較重 你家的奶蓋就調和它 但它走的是一個比較中庸的路線 比較清爽 可以接受 尚可 尚可 好 接下來是一杯清香奶霜烏龍 五銅茶不是烏龍茶 他們還是有連味再出一個清香烏龍 是不是 哇 這個真的很清淡欸 太清雅了 清雅到有點嘗不出味道了 而且因為它茶味真的快要接近 快要沒有之後 它的那個奶蓋的味道其實蠻多的 所以這杯本來可以喝得到 它的奶霜的質地 但奶霜質地其實不錯啦 喝起來真的有舒服的感覺 它真的也有微微的一個鹹味 但我覺得這樣大家覺得也還好 茉莉奶霜綠 確實也是喝得到茉莉的一些淡淡的花香 跟綠茶那種清爽感 但我覺得它被它的奶霜之後 就是只是多了一個口感 但我覺得 就沒有必要為了這一杯 特地去點它 對 它就是一個沒有什麼印象的飲料 老師的奶霜紅茶 這一part可能會不會剪接剪的就是一秒不剩吧 這不是很好嗎 這不就是搭對了嗎 這杯紅茶的茶香比較重 所以它加一個清飄飄的奶霜 我覺得它有這樣的地藥 就等於說它這邊飲料是成立的 它既沒有互搶誰的問題 又可以在彼此當中得到對方的好處 就是你在剛入口的時候 你的嘴唇碰到乳霜的時候 其實紅茶進來的時候 我覺得它鋪定了一層很好的這個 紅毯給它走進來嘛 這個紅茶來了 跟乳霜在你嘴巴形成一個結合感 所以我覺得這杯OK啦 推薦了 奶霜紅茶 五桶奶茶加綠茶凍 又新的凍了 我們已經集氣了很多凍了 第一口就有反應囉 好喝 這個五桶奶茶本身就是一個烏龍奶茶 茶香跟乳香的互相支援 但是它的油脂包覆感又不會太重 那烏龍它跟奶茶退去之後 你把綠茶凍攪進去之後 綠茶會再跟烏龍茶的茶香結合 哇 後面就是茶香爆炸 兩種茶香在這個飲料的堆疊是有效的嘛 真的我覺得茶香就是在嘴巴裡面 現在還是保養那個綠茶的茶感 很棒耶 品名珍珠奶茶 也是 也是不掩飾了啦 就輪到了終點之後 我告訴你 就是這樣 這樣就對了啦 有沒有什麼黃金不黃金的對不對 這一杯珍珠奶茶 它那個珍珠是白玉珍珠 然後確實也有密感 不過它真的做的是那一種 你一顆要咬很久的那一種 這杯珍珠你等一下要喝三個小時才喝得完 你就是去國道五號 你要去宜蘭 你要三個小時 你必買 這邊奶茶也是有點平淡啦 平平無奇 謝謝 珍珠手沖泰奶 這杯珍珠手沖泰奶呢 我覺得你要喜歡像本身泰奶的那個茶葉的味道 它其實是茶葉感重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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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於那個奶味的喔 它那奶味只是一個鋪陳喔 真的是一個 就是一條小小的馬路 不過那一台載著那個泰奶茶葉的那個茶車是很大台的 它幾乎快把那個小路壓垮了你知道嗎 所以說你要喜歡 而且它的口感是出於一片比較清爽的茶香味 比較取勝 那我覺得珍珠有家沒家都沒關係 反正就看你的口感 那這杯就是以茶葉為主的泰奶 也還OK啦 接下來就是他們拿鐵系列囉 五銅茶拿鐵 好啦好啦好啦我們不要去想其他市場 好啦我覺得他們五銅茶做的其實就是他們家扛棒啦 我覺得五銅茶從一路到現在都沒有讓我們失望 茶香在滷味上去之後那個茶香依然保有自我 我覺得這個就是值得買的一杯拿鐵啦 還有什麼洞是難得到五銅號的呢 這杯是仙草洞紅茶拿鐵 以後可能會有枸杞洞然後當歸洞 有人生洞 洞的專家 鬼糖 不行 你要點到再甜一點 為什麼 跟大家講 它的仙草洞明顯比我們家的三分糖還要甜 所以仙草釋放出來的甜味之後 你的茶會瞬間美味 那個甜度下降之後 這杯紅茶拿鐵就變得寡淡無味 所以這個糖度不行 你至少要點到五分糖 讓它都一樣的甜度 我覺得才會表現出來 奶茶本身算是一個已經 足可以見紅茶跟奶茶 他們如何去融合的一個飲品了嘛 但是你突然在這仙草洞 我覺得它並沒有加分啦 但是有一說一啦 那個仙草洞的質地其實是我很喜歡的 但這仙草洞加一點就是牛奶 或是鮮奶油也可以成立喔 這是在菜單上的嗎 這一杯豆米霜凍拿鐵 是怎樣 這要多飽 所以他又可以選豆薑丞拿鐵 米醬丞拿鐵 可以選豆米霜丞拿鐵 那可不可以度米仙草綠茶四丼 suppression 你又試丼囉 是四丼老 at tonight 吃heit 可以來囉 我可以處理石要兩個丼嗎 就是豆漿加米漿 大家有看過三國演藝嗎 就未熟 開打啦 在你嘴巴妍然行出一個戰爭 這一杯飲料啊 其實它已經是甜湯了 觀眾朋友你不要把它想成一杯飲料 它其實那個紅柴拿鐵根本就可以不用 裡面剩下兩個洞的戰爭 那你一下子是米漿 一下子是豆漿 一下子是米漿 那豆漿就咻咻咻咻 我覺得這好可用妍然行這個甜湯施殺戰 飲料中的三國志 桂花烏龍凍影 幹你死麻啊 我覺得它味道對我來說偏淡 但茶味還有 茶味花香蛋就是有 可是偏典雅那一種的 就是你要有一個好心情才去喝它 你一個壞心情喝到這個 你心情只會更壞而已 然後那個綠茶凍其實我覺得幫助也沒有很大 反而在這邊 跟桂花還有烏龍 我覺得就沒有像我們剛才有奶的那個 做中介者那麼讓人印象深刻 這不就是覺得 呃...好 至於被掛號問我們家的綠茶凍 接下來是荔枝冰茶凍影 你還在等什麼 現在打電話去武童號 你要十杯荔枝冰茶凍影 有夠好喝 沒愛飲品 它那個荔枝從你一入口 你以為你是楊貴妃啊 哇 那個荔枝現在在你眼前行著一個荔枝冰 然後它那個茶凍加的就是有料 因為茶凍本身那種綠茶香氣 模擬出荔枝的枝葉感 而且我覺得果香它其實會有點太甜 它用綠茶這個回甘的韻味呢 把它稍微壓住 帶出那個青草綠麗感 它也難就是一部非常漂亮的風景 就是這樣搭 你就這樣搭 你不要再什麼雙洞 我們吃完荔枝嘴巴是不是有點乾乾的 它連那個乾乾的都要摸你出來 好這邊我非常期待 楊桃做成飲品 綠茶凍楊桃冰茶 就是真的回到小時候 是一個懷舊飲品 例如誰會雅琪啊 那種以前就是 任何一個街巷都可以成為夜市的那種 楊桃汁 但它做得比較清爽一點 以前楊桃汁真的會比較甜 但我覺得它這樣搭 我覺得印象就沒有像荔枝搭綠茶 那麼讓人家印象深刻啦 就是一個很懷舊的楊桃飲品 然後再加上綠茶凍 但它沒有起到什麼化學變化 接下來他們那個季節限定系列 青森蘋果凍飲 我現在聽到凍我都會害怕 你要叫我什麼不要動什麼 我都好害怕喔 青森蘋果 啊好可愛喔 它這個是蘋果嗎 我真的是想要給他留一點面子 但是以蘋果紅茶這件事情來說 我喝過某家的蘋果紅茶 比較好喝很多 微差 那個抱歉 但青森蘋果好像是以酸為文明 那比較酸呢 其實我覺得它跟茶的這個結合 其實就變成說比較平淡 有蘋果味道的茶 但是沒有什麼印象 然後其實那個綠茶凍 被壓掉了 也沒有什麼感受 這輩子 我命中的就是煞心 爺爺育圓奶霜 我的煞心啊 育圓耶 還沒吃到它的育圓 椰子水 然後椰肉 然後冰沙 芋圓 芋圓 然後奶酸 然後還有椰子水 這就是我在婚宴 最後一道菜最討人遇到的 芋頭西米露的變形 你不要這樣想就對嘛 一樣的東西嘛 又有椰子汁的味道 然後又有芋頭的味道 這邊也是甜湯啊 很甜耶 而且我覺得它的芋圓 非常甜耶 大概有到七分堂 當然還是可以嘗嘗到芋頭的味道 只是我覺得甜度整個是拉高 整個五同號裡面 最濃墨重彩的一個飲料耶 它沒有讓你喘息的空間 它把全部東西都塞滿耶 喝這一杯已經不會有椰子汁 所謂給你退火了 它反而讓你上火 蜜桃冰茶凍飲 桃子本人也是蠻喜歡的喔 好喝 因為我覺得這杯啊 它的桃子啊 不是那種很甜很甜的桃子 它是帶有那種綠 還有還沒成熟那一種 帶著那種有一點青色感 那種微酸的那種蜜桃的感覺 然後在嘴巴就是 慢慢的就是 融合出那種酸感 跟水蜜桃本身那種毒素的香氣 然後配上有腳感的這個綠茶凍 然後很順口 沒什麼話好說的 梅亞飲品 我就是梅亞 大家如果挑戰我就說 那要怎麼吞下去飲品 我這個梅亞 這個沒辦法 好喝蜜桃果粒冰沙 各的來賓就變得很可愛了喔 他們家裡出冰沙 幹嘛啊 又要凍又要冰沙 來囉 別人家抖啦 對不起我剛才失態了齁 因為我就是喝全部的系列 然後每一邊就是有這麼凍 所以我剛剛有點不太爽 但是你們一天大概喝了兩杯 我真的是緊繃啊齁 那個人在那邊蜜桃冰沙凍 這是指板變成蜜桃冰沙嗎 不是 所以我這邊 我喝一半 我等它融化 我就可以再喝看上一杯了 其實還是可以喝啦 而且我覺得它做成冰沙 其實蜜桃感沒有變輕 就是說他們厲害的地方 它也是很清涼 我覺得這樣其實就OK 好今天新人武童話 最後拿到我幫大家總結 我自己會再回購的品香 第一杯杏仁洞五桶茶 烏龍的清香啦 配上它那個質感膠感 都放得不錯的這個杏仁洞 確實那個杏仁的茶 在慢慢咀嚼之後 樹放出來我覺得非常的清爽宜人 然後第二杯呢是這個 綠茶凍五桶奶茶 這一杯呢跟拿鐵相比 我覺得它的奶味是比較突出的 我覺得最棒是 最後它烏龍茶香走了之後 綠茶茶凍的茶香幫它補上 我覺得這個口感就蠻特別的 接下來兩杯就梅亞飲品啊 第一個是荔枝冰茶凍飲 我覺得這種果香茶跟綠茶凍 是蠻搭的 那另外一個也是這樣的做法 蜜桃冰茶凍飲 一樣的事情啦 只是不同的水果去做搭配 但我覺得都喝出一種戀愛的滋味 他們家洞其實都蠻有特色 我們今天吃到五種以上的洞 很多耶 但是我覺得印象最深刻 就是他們杏仁洞跟仙草洞 我覺得質感是非常好的 每個禮拜四每個禮拜天更新 我們下次再席囉 掰掰 我們一系定江山我現在是最飽的一集耶 它每一集的飲料都有料 而且每個料還有那種雙凍三凍的 我真的快要飽死了 我跟朋友 這個時候你還不趕快點閱分享按讚嗎 看到這裡了 都看到這裡沒看到我已經飽到這裡 我已經噎到這裡了嗎 對啊讓你動沒掉 對啊 欸好好Local喔